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企业等机构开展一加X证书培训考核 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6月5号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 授权发布的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临选 与监督管理办法实行 提出这一要求 该办法已由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 部级联系会议审议通过 其中明确建立培训评价组织退出机制 组织机构若违反有关规定 进行高收费或另立明目乱收费 且不按要求及时整改 将被取消参与一架X证书制度试点资格 办法同时建立有培训评价组织的推出机制 对考核工作组织实施不利 在考核过程中存在严重违反考核纪律 弄虚作假的 违反有关规定进行高收费或另立明目乱收费 不按要求及时整改的 借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如向学校捆绑销售仪器设备 实讯软件等 不按要求及时更新有关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教材考核体育库的机构 或被取消其参与一架X证书制度试点资格 并从培训评价组织目录中被清除 打枣 刀